古老的圣经中,有不少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,而巧合的是,2018年8月底,以色列一头红色母牛降临到了人世,引起信徒们一阵恐慌。 2000年来,第一头红色小母牛在以色列诞生后,世界末日即将降临。 据称,在圣经中有这样的描述,若没有五斑点红色小母牛的牺牲,犹太人将不会得到净化, 也无法重建第三殿,世界末日即将来年,为了证明它真的全身都是红色的,还进行了广泛性的检查。 结果,这头母牛真的没有任何瑕疵。 以色列圣殿研究所宣布,这头红色小母牛将启动重新净化世界的预言。 在红色小母牛诞生后,消息传出没多久,上月以色列更有报道指出, 有民众在全球最低点,沿度37%,几乎没有任何生物能生长其中的死海,发现鱼群踪迹。 印证了圣经中,世界终结之时,死海里将生机盎然的预言。 圣经表示,当水从耶路撒冷圣殿永流入死海时,死海将不再是死海,这里将有成群的鱼儿。 没想到,先前两个预言都成针后,又有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的枯墙。 一条蛇尽从枯墙的缝隙爬了出来,打断了人们的祷告,并且吓跑了一只鸽子。 许多健壮的信徒们健壮后,瞬间联想到在伊甸园中,引入亚当雨下娃的便是蛇。 而蛇更被称为恶魔撒旦的化神,因此,当有蛇从最神圣的地方出现,简直让大伙们顿时陷入了恐慌。 对此,虽然世界末日的传闻一直都在网上广为流传,但这样的事迹接连发生后,更让许多人相信, 这世界的末日期限将至最快将发生于公元2021年。 你觉得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